Hello 看你们好 我是佛山梁花梅 今天是2021年3月20日 天江小雨交春半 谁见之头花丽乱 3月20日我们迎来了农历二四节期中的春风 每个节期都代表不同的气候和文化 那么春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我国古代习惯以历春历夏历秋历冬 表示四季的开始 春风夏至秋风冬至 则是各季的中间 春风自然就是春季的中风点 这天太阳光直射赤道 到达黄金林路 地球各地的昼夜时间相等 所以古代春风又称为日夜风 日中中春之月等 月令72后集结说 二月中分者半月 此当九十日之半故未知分 令春秋繁路阴阳出入上下篇说 春风者阴阳相伴也 故昼夜君而残暑情 所以春风的含义有二 一是指一天的时间 白天黑夜平分各为十二小时 二是指古人常以从立春到立夏 为春季 春风正当春季三个月之中 平分了春季 中国古代将春风分为三后 一后玄鸟制 二后雷乃发生 三后始变 便是说春风日后 燕子便从南方飞回来的 天空中下雨的时候 便要打雷并且闪亮 雷电自经浙之日时 随着春雨的持续不断地发生 阴阳相伯为雷 春风后出地发生 秋风后入地无声 古人又以四鸟定此时 玄鸟定分 春风秋风 赵伯定至 夏至冬至 青鸟定起 立春立夏 丹鸟定壁 立秋立冬 玄鸟便是燕子 春风飞来 秋风飞走 赵伯呢是活牢 夏至飞来 冬至飞走 有着成语 牢燕风飞 便也是由此而来 青鸟是苍燕 立春飞来 立夏飞走 丹鸟是锦鸡 立秋飞来 立冬飞走 青鸟呢是有着三只脚的神鸟 传说是西王母的信使 当时西王母掌管 昆仑仙山 东王宫则是掌管 彭来仙岛 但是彭来无路 只能靠青鸟传心 后来青鸟也用 指于爱奇的信使 比如李商尹 无奇中这样写道 彭山此去 无多路 青鸟殷勤 回看看 春风也是早寒和 温暖的分界 春风一道 雨季风光 暗柳青青 因飞草长 燕子北归 小麦拔结 油菜花香 桃红李白 银春黄 硬合着季节的 雾后和花式 春风的花季风 是三种美丽而炫烂的花 一后海棠 入门一径海棠花 红玉为之 霞作蕊 二后梨花 梨花似雪草如烟 春在秦淮两岸边 三后木兰 亭前木兰花 角角浮冲阳 木兰高下色木铜 青子珠绿 黄白红 自古以来 文人骚客感慨多 风花雪月相思中 他们的花里诗句 多不胜数 美之又美 同样的 我们每一个人 谁又能拒绝着 阴阴艳艳艳春春 花花流流 真真的大好春光呢 小夏卦 平凡阴雨 阳在冬阴 在冰在 Eter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